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在海外收到这样的电话 那200%的就是骗子打来要骗你钱的电话 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删掉 看看有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这阶段呢电视上也播了 因为有很多人呢都在家里 所以收到的这种网络诈骗也好 电话诈骗也好就是太多了 我也发现在英国这样的事情 真是越来越多 因为有很多公司呢 就把你的个人信息就买了以后 我以前换号码换了以后呢 就不该告诉他你姓名住址 他知道了以后 有很多就是给你卖 让你卖保险 或者问你有没有 最多的就是问你有没有出过车祸 这样子的哈 今天这个号码呢 他打来以后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 是这么一个号码 如果也发生在你的身上 希望大家呢 能够都说出来 我们一起分享经验 那我给大家看 这是礼拜四 12点35打了一次吧 1点50 又打 因为我不接家里的电话 一般不接 1点50 这是 2点15 又打 这挺讨厌的 老是想老是想 我就查了一下 2点22的时候 我看这谁打1471 因为我这来电不显示 反正 你就记住 找你的不是给你送钱的 都是想骗你钱的 这个号码连着两天 不停的打 2点23 又是这个样 我又查了一下 2点24 这把又打过来 2点25 no number 就挺可恶的 最后我就接了 你看 号码是0 什么号码能是0啊 所以 你看 我就接起来以后呢 他就说 是一个电脑在那说话 一个机器人 他就说 你的 你的网络出现了故障 我们要在24个小时以内呢 把你的网线给你掐掉 如果你想通过人工服务呢 就拨打1或者是0 我就本来想说他一顿的 结果他这么一说 是个机器人 那我连1和0都不拨 我直接给他挂死了 他如果要真是打上这么一次 不继续骚扰我 我连接都不会接 所以家里的电话呢 形同一个摆设 包括我的手机 我上班也不怎么用 我不是说我是充值的吗 我十磅钱都能至少用 一年 一年多都不成问题 十个月就至少 就因为我不怎么用 给你找你的 不是向你推销东西 就是想骗你怎么样的 不会说有人抢着说 哎呀你看我有100万 我简直要送给你 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我和你说 要是真是有急事 家人朋友就给你留言了 所以你不要好奇 这是第一个 不要好奇 不要接 如果他只像这样 这个0老是骚扰你 你不得不接 我接了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打过来 第三个呢 就千万千万不要打过去 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 这就是发生在好几年前了 有一个电话呢 我当时是签阅租的 我当时有一个 Sony Walkman 就是一个橘红色的 挺薄 我好拿它打游戏的 就特别薄 结果那个电池膨胀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不得不换了一款手机 拿那个手机的时候 他有一个就就想了一声 就想了一声 就挂死了 第二次又想了一声 又挂死了 我就是因为好奇 第二天 其实这是哪个朋友吗 打过去 结果那个月的月租 他收了我 打一次 也没有人接啊 十块钱 十磅钱 打一次十磅钱 我二十磅 哎呀 我后来看到账单 我就是哦 原来是这样 而且最重要的 就和大家说 你千万别厚 我好几年 我现在是不会了 谁打我 我都不会打回去 除了是我骂 你情况好的呢 就像我一样 才一次收了 虽然很贵 十磅钱 我听我的朋友说呢 说如果有的号码呢 就是不是我那个号码 我当时没有影片 我也没有记下来 还有一个号码 就是你打过去以后 都能收你几百磅 就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所以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现在真是骗子 越来越多 在国外也是太多了 嗯 也不在那么 国外也并不是那么一个单纯的 包括你上什么 伦敦哪的 小偷啊 哪 你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包 尽量随身带着 我不是说 以前你是学习 这就是 我在一个片子里说过 不过我忘了是哪个片子了 今天主要说电话 第二个呢 就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家里的老太太们最容易被骗 嗯 就是这样 他也是打过来 说你 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机器 他打过来以后呢 就说你 说你的电脑呢 太慢了 需要重新安装一个程序 就和那个 Norden 就和杀毒工具似的 说你重新再安装一下 收你呢 是十几块钱 十六块钱 是十二块多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老人们 也不是很 打开家里的电脑呢 这个时候就 不知道怎么会是 因为当时发生的时候 我不在场 这就是在英国发生的 啪击一下子 全都黑屏了 电脑也黑了 他就当时打着电话 他就说 说这样吧 你看嘛 你的电脑确实有问题 我就不清楚 这个片子公司 他怎么能把 他知道你坐机以后 怎么还能把你的电脑 现在就啪击 给你就弄黑了 这个我觉得非常confused 弄黑了以后呢 这老人就觉得 你看真的是这样 他说那这样吧 你赶紧上你的银行 就给我转钱 给我转这个十几块钱 老人们就觉得 哎呀 这时候他来电话上 已经得及得及 说了好久 一般就把你搞得很烦 就好像喝个跳蚤似的 赶紧把它弄走 就这么一个感觉 一上网 把你的这个登录以后呢 他就把你的账号 全给你 就你用的哪个音 全给你清空了 你想有的老人 他可能就是 退休金啊 放到一个这个什么 就是哎呀 就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 就出现这样的事情 结果你上英国的银行 人家银行说 那你自己把 你自己 输进去的 我们银行不赔给你 他说你能不能 就是当时看着 他说你能不能 就是再转过来 人家银行说不能转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就说也不能给你 再把钱转过来 就是因为你自己 把钱转走的 不关银行的事 所以银行不能给你 转回来 也不能透露你 这个 骗子公司的地址啊 也不 找警察也没有用 人家警察也不管 警察还管诈骗嘛 所以说这种事呢 你最好就是 只要是让你 转钱的 一律不转 而且不要有好奇心 千万不要打回去 第三个呢 就是不要相信 任何人说的话 打你电话的 十有八九都不是什么好人 朋友什么的 你就知认识号码了 有时候就给你 有时候就给你 就给你留言了 第四个 我以前用QQ 现在不用了 别人会 冒充是你朋友 就说他女儿住院了 被出车祸了 让你去救 救救他 转一笔钱什么的 实质上他 朋友就说 这根本就不是他 他的账号被人黑了 他用了朋友的头像 我虽然没有给别人转钱 但是我知道有这种情况 这是我说的第三种情况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第四种情况 又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号码 大家看清楚了 这个447453409582 这也是一个骗子电话 如果大家收到这样的短信 他零点邦记 给我想了一声 烦死了 一定要 不要好奇 不要点开这个链接 我这是一个 我给他截屏了 因为他给我发到手机上了 所以你看 他就说你的PayPal account 说你在网上买的那个 叫支付宝 现在正在被underreview 他说你要是不想让你的账户受限 你就点下面这个蓝色的链接 进去就是重视 你不要点 所以遇到这种的 就怎么办呢 就直接删除 像这种骗子电话 有的时候不小心 我就想再点一下 再点进去 或者不小心再打回去 是这种原因 全部删除 这是最保险的 只要看到就删掉 我这是 你看到吗 遇到这个电话 一定要小心 这个坏蛋 这个王八的也是 大家都看好了吗 就是这个王八 我不知道怎么能查到它 绝对是个骗子 一个诈骗犯 这就是这个号码 一定不要上当 第四个呢 我想说的是不第四个还是第五种情况了 如果家里特别就是像儿女都在上班的 根本就 他老人呢 一般就是也不想麻烦你 再说你也不是地毯工 你也不会啊 你也不会干 他还有什么铺路的 就有一些人去敲你家的门 说啊 我们能便宜给你铺路 或者清洗地毯的 这就发生在我朋友 父母身上的 进去以后呢 明明说好了是一百块钱 一百磅 结果他干完了以后呢 应收了这老太太八百 他不走 他就属于那种英国的 怎么是有一种 就很多的就这种 就是上门服务 你不了解的这种人啊 他不是什么checktrade.com 他不是这种公司的 你有checktrade 有的时候也不见得 就是都那么好 更何况你不知道他是谁 他上门给你干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说现在的这些骗子 真是 我总结出来的 最后咱们就我的经验就是 第一不要接 打你电话的 都是想骗你钱的 绝对不会抢着给你送钱 送金子 送钻石 有好机会给你的 绝对绝对不会 第一条 第二条 不要好奇 不要打回去 坚决不要打回去 而且要及时把这个号码删掉 就怕你误打 当时又打回去了 第三个呢 就是敲你家门的这些 不确定是谁 说要给你便宜干 不需要干 他在赃放呢 我不干能怎么着呢 一定不要让他们 他说的那个价格 很多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第三种情况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第四种 就是我给大家看的这个 一定也不要相信这种的号码 不要点这种的链接 你连点都不要点 真是 熟悉的 真是这个 都不能 真是怎么说呢 真是 就是不能相信人吧 总之一句话 我还漏了一个 前一阵子 还有一个叫 email这种的片子 也很多 他冒充是英国的税务局 说是要给你钱 你看 第五个 要送你钱 说我睡觉多了 直接打电话 给税务局 他就 当时给我打的是个礼拜五 我又急着去上班 他发的这个email 说你 说礼拜一之前 必须转 因为礼拜六 是礼拜天 他不开门 的感觉就是呢 这个礼拜五 时间紧促 你就必须现在干 要不然这 好几百磅就不给你 因为你自己交税 交多了 你想想是不可能的 因为 除非你是自雇人 自己给自己交税 我们给别人打工 我们的税务条 都是公司给的 交多了 找公司去 找你公司的 HR 不需要你去办 我就打电话给税务局 税务局是这么说的 税务局说 税务局 大家记好 只要在英国上班的 绝对 绝对不会打电话 Email联系你 他要找你 都是写信 写到你家里去的 是原版和我说的 然后税务局那个人呢 说你能不能把这个 Email转发给他们 我就转发给他们了 后来他们 我又打电话给税务局 税务局说 这就是一个诈骗邮件 但当时也是很可惜 我没有把这个留下来 我就现在想起来 就是这五件事 要和大家分享的 不管是电话诈骗 Email诈骗 还有刚才我说的 说你在这个 又让你交十几块钱 你千万 你连点都不要点 连好奇都不要好奇 直接删掉就是了 再一个就是敲门的 千万不要乱开门 我家的都贴着 不许你乱开门 不许你乱叫门 你叫我也不给你开 我开门的都是我邻居 我认识的 英国人呢 或者是中国朋友也好 他上你家来 都有你电话 他就提前和你说了 对吧 有的诈骗犯呢 他很聪明 这个我忘记说了 他打你坐机 然后他就说 你不行 我冒充是你银行 这个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经历过 这是我听说的 他冒充是你银行呢 打个比方说 这是中国银行 客服 你是账户出问题了 需要你呢 再重新设置一下密码 再重新链接一下 他就这样子 他说你要是 有的很多人就是 我不信 我打电话给我的这个银行问一下 他说那好 你等着吧 我先和我银行确认了 这个时候 这个我们呢 就把这个挂机给他挂了 接着就打中国银行 逼逼逼逼 他也就正常的想 结果想了以后呢 就和你打银行 就是一模一样的 逼逼又接了 中国银行欢迎你 怎么就打 你的感觉呢 好像就是真的 就是和你的银行联系上了 但实质上 这个时候 你把它按了 挂机 骗子那边并没有 他并没有挂死 他知道你在打的 我也不清楚 他怎么知道的 他放了一段录音 就是他事先录好的 其实你现在和你说话的 让你误认为是你的银行呢 还是这个骗子 这就是我听到的 当时我就想啊 你要真想打的话 比方说他打你家坐机 你把坐机扣死以后 你拿你的手机 再去联系你的银行 他打你的手机 你拿你就换一个电话 不要用一个电话打 那不要上当受骗吧 自己挣了钱 你说这么辛苦 真是血汗钱 这么辛苦 再让人家给骗走了 一下子 真是太恶心了 这样你说对不对 自己能做的呢 就是消灭不了 这些坏人的情况下呢 只能提高警惕 告诉自己呢 不要轻易的相信人 尽管我们不害人 尽量就是把人都想的很好 不要就是上当受骗呗 OK 所以呢 还是希望大家 如果出现我这种情况 这不就发生了吗 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OK 保证自己辛苦赚的钱 一定要留在自己的腰包里 OK 我们说到这吧 付账单还不够付的呢 还被骗走了 你说是吧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反正就是 啊 这好几次了 这吧 OK 说到这了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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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看